我們現在來到了客家的餐廳 它叫大嬸婆 這家還蠻有名的喔 大家可以來吃看看 然後因為是在客家人的大本町 所以買了這個 蕾茶 來喝看看他們的蕾茶到底是什麼味道 用大吸管喝 那要先來喝看看嗎 因為我現在在等菜 他們上菜有點酒人真的太多了 先來喝這個蕾茶 好像在喝那個麵茶的味道 很像米茶 會喝到莎莎的口感 我覺得喝了有飽足感 很像在喝那個早上的什麼無骨奶的那種感覺 加綠茶粉 有芝麻的味道 粉粉的口感 還不錯啦 蠻特別的 不會很甜 還不錯 兩分 十分的話我應該會給 七分 歡迎大家喝看看喔 這家餐廳等蠻久的 然後我看Google的評價 有一點差 反正是觀光景點嘛 那就吃看看 他差的評價是寫說 好像忘記加鹽了 我就是很忙啦 就忘記加鹽 就沒有味道這樣 但反正吃很清淡我也OK 所以就來吃看看 希望他趕快上菜 我們已經等了大概有30分鐘了 我們今天是客家之旅 所有東西都要吃客家的菜 還有所有甜點要吃客家的甜點 一道菜終於來了 客家燜筍 太多了吧 它是客家燜筍 看看這個客家燜筍吧 這個客家燜筍 我媽很常在菜市場買給我吃耶 好燙喔 它這個沒乾爽耶 這是沒乾爽耶 就是很新鮮的燜筍的味道 蠻香的 還蠻好吃的啦 我覺得這個Google評價有點太嚴格了 第二道菜來了 第二道是這個 絲瓜炒蛋 這應該不是客家菜啦 只是攝影師很想吃 客家人第一吃的這個是 客家小草 它就是有芹菜 然後豆干 這個是山豬肉 通常這個會加一點辣椒會比較辣 來吃看看它的口味怎麼樣吧 因為我這家 自然是一個素食餐廳耶 因為全部都是素的 它的豬肉是用豆腐做的 先吃看芹菜好了 我最喜歡吃芹菜了 很香耶 這個很香的那個胡椒的味道 它味道蠻好的 先來吃看看它的豆皮 這個做是厲害喔 真的很會做喔 再吃這個夾的 很Q耶 最後吃這個豆干 它算是不會很辣的菜 蠻好吃的 還不錯 這盤我喜歡 這盤我喜歡 這盤蠻跟10分 我應該給它3分 我喜歡吃這個 很燒 你看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